孔雀公主杨丽萍已经60岁了,这个为了舞蹈事业不要孩子,将自己的全部生活都献给舞蹈事业的人,为观众们贡献了很多精彩经典的作品。 杨丽萍是真真正正的热爱舞蹈事业,逐渐60岁的年纪,还是不愿意放弃舞台,网友们也时常为她担心。 今天,杨丽萍摔伤骨折了被推进了医院,杨丽萍发恩写道,哎,我又摔倒了,可能是因为感开心舞剧春之际的原因,或许我太投入,太用心了,一不小心只有骨折。 历数起来,每个作品几乎大纳小男都遇到过,可这次的遇纳早了点,似乎上天才说想要得到就必须付出,好吧,我会承受摩纳的,顺便要说的是,说好的时候厦门平坦印象,的演出,我会清理舞台羡慕,向医生争取了很久,都坚决不让我去厦门,我在这里要助演出成功,希望观众舞迷们支持演出。 受伤前的杨丽萍还在亲自叫大家学舞蹈,每个动作都亲自的示范,在人群中的他十分的抢眼,虽然已经六十岁的年纪,但是因为导演有帮,杨丽萍看着还是十分的年轻,身材更是没话说。 给大家示范舞蹈动作的时候,杨丽萍也是尽心尽力,就像是自己要登上舞台表演一样。 根据杨丽萍所说的,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摔伤骨折了,从事舞蹈事业这么多年,出了这么多的经典作品,几乎每个作品杨丽萍都会受点伤,可能他真的太投入了。 躺在病床,上的杨丽萍,终于可以休息一会儿了,暂时脑子里想的还是即将到来的演出,杨丽萍的左腿膝盖和脚腕被包扎过了,左腿小腿看着明显的肿胀,让人十分的心疼,毕竟他已经六十岁了,不再是年轻的时候恢复的那么快,年龄大了更容易骨折却更难恢复。 躺在病床上的杨丽萍还在跟医生申请,说自己有个演出必须要露面,但是医生也是为他负责,知道他的情况,坚决的不允许他这次再溜浪。 杨丽萍对舞蹈事业的执着,不顾自己的身体,真是让医生都拿他没辙,估计之前这样的事情也没上发生。 杨丽萍大概已经忘了自己,已经六十岁了,不再是年轻的小姑娘了,真的该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。 虽然这么多年杨丽萍也培养了不少的新人,甚至之前着重培养自己的外甥女小采琪为接班人,但是小采琪跳了几年舞蹈后,确实不再舞蹈,一心想要向娱乐圈发展。 现在去英国深造莎士比亚戏剧表演,对于小采琪的决定,杨丽萍表示很无奈,但是又出于尊重只能抱怨小采琪,去追逐自己的梦想,虽然培养了很多的新人。 但是每场演出了杨丽萍还是不放心,还是要亲自的指导,难免就出现摔伤骨折的事情,网友们也希望杨丽萍该放手就放手了。 毕竟已经60岁了,舞蹈还是需要一个年轻的身体的,这个时候的他应该好好的照顾自己才对,才能够更长久的为舞蹈事业发光发,热。